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 全德禁位汉中王 远长公拔襄阳郡 数捷上回 东传汉中 草草战线全面溃败 东传全禁也都彻底在刘备的掌握之中了 如今刘备名下的地盘可谓是绝无仅有 荆州一大块肥肉 兵径梁足 西传一大块 成都人节地灵 东传一大块 地是险要一手南宫 有了这么多地盘 咱们也得有个差不多的名分来匹配呀 所以诸葛亮就建议刘备 赶紧登基为帝 做皇帝吧 刘备一听吓坏了 不行不行 做皇帝这不是造反吗 绝不能干 诸葛亮见刘备心意坚决 就说您不做皇帝也行 先称王吧 汉中王如何 刘备一琢磨 这名字可以 于是刘备就自封为汉中王 刘善为王世子 法政为尚书令 诸葛亮为军师 另外还立了五虎大将 分别是关羽张飞 赵云马超 以及皇忠 刘备自封汉中王 他敢自封为王啊 曹操听到这个消息 气得是要发疯 要直接发兵 打击刘备 此时司马懿展了出来 大王您别慌 我有一计 司马懿你有主意 你快说 江东孙权和刘备有各种矛盾 咱们如今派人前去讲和 他进攻荆州 咱们进攻两川 让刘备首尾难顾 势必威仪 曹操听马大喜 选派了名嘴蛮宠 前去东吴 而到了东吴 孙权接见了蛮宠 也看到了曹操的出现 觉得这个提议的确很不错 不过此时 谋士布智说 咱们不能当出头鸟 曹操那边 不是让曹人屯兵襄养 凡城吗 就让曹人先出兵 咱们在后边捡便宜 孙权听了就更满意了 而曹操也愿意出兵攻打刘备 就让蛮宠 直接去给曹人当参谋 曹孙两家联合的消息 传到刘备耳中 刘备立刻就慌了神 然而诸葛亮心中有数 说孙权那边的人都小家子气 肯定是让曹人先进军 咱们可以让云长先行动 先打败曹人再说 于是关羽礼命 进攻曹人 他先派了富士仁 弥方二人为先锋 结果这两人都不争气 还没出发呢 赢债就发生了火灾 还点响了火炮 搞得人阳麻烦 关羽痛骂了这两人一顿 让弥方去守南郡 富士仁去守公安 那这先锋谁来做呢 哎 军中吴大将 了话 冲先锋吧 这副将则是官平 马良积极 就做了参谋 跟马浩浩荡荡 先朝着襄阳剑发 此时曹人接到消息 关羽要来进攻 满宠就说 咱们啊 别出去 只要坚守即可 但曹人手下 宅员下活存 都不要牵手 就要出战 结果曹人派两人出战 可想而知 是被关羽打得 大败而回 而这两个不靠谱的 还连累了曹人 丢了襄阳 先不说曹人如何调度 只说关羽得了襄阳之后 就开始考虑 如何防备 东吴的偷袭 有人建议 军前梁料官赵磊 很靠谱就让他去监督 弥方和富士人去守城 然而关羽立刻摇头 哎 我已拆了潘骏情绪 这个人神 不会再变了 在这一回中 战争的重点 已经提到了荆州 关羽 关云成 即将开始他人生中 最后的战役 而本回其实也隐约 讲到了关羽最大的弱点 骄傲自满 当初听说自己被封为五虎上将 却因为其中有黄忠 差点拒绝接受封赏 原因嘛 是他觉得黄忠就是个老头 不配和他平起平坐 而更夸张的是 孙权曾派诸葛锦 前去向关羽提亲 想让自己的儿子 娶关羽的闺女 谁知关羽大怒 治着诸葛锦鼻子嘛 我闺女 怎看嫁给孙权那个软蛋的儿子 你给我滚 就这么高傲的态度 动不动得罪人 这个经兆 真的是很危险啊 不过现在关羽还是攻下了香党 接下来战事会如何发展呢 咱们下回分歧